向头男孩不小心喝了有毒的牛奶 瞬间变成了蓝精灵 可没意会 男孩的身体竟然发出神光 自行化解了剧毒赫拉 魔女金巴健壮 不断放大身形 准备把男孩活活压死 千钧一发之际 师婆及时赶到 致出手中的三叉戟 一下送金巴归了西 事后帕尔瓦蒂感叹儿子体内的神力 要知道 连师婆都没办法完全消去赫拉 小儿子到底是何方神圣 就在这时 皮诗奴和梵天各自带着老婆过来 告诉帕尔瓦帝 夹蛇男乃至高范 翁的化身 而至高范是只有三象神见过的终极存在 每到结末 旧宇宙开始毁灭 狂风巨浪摧枯拉朽覆灭整个世界 大地被淹没在海洋之下 末日的黑暗要吞噬一切 就连皮公渣都不能幸免 经历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来过 三象神开始怀疑他们的存在是否合理 于是三人决定去地下冥想 试图找到存在的意义 三象神在地下冥想了八千年 依然没有找到答案 他们从地下上来后 狂风巨浪早已平息 但放眼望去却一无所见 三人找到几百遍 只看到一块露出来的山脉 他们便来到这里祈祷 没多久 天上出现一个像头十臂的巨无霸 它正是宇宙的至高范 我就是我 至高范与三项神见面后 开始给三人安排工作 让范天创造新世界 提示奴维护世界 而施婆则负责生死与毁灭 至高范安排后 范天却出了问题 他说自己老了 忘记了原来世界的形态 没有任何思路进行创造 至高范让他到自己体内去考察一番 以便找到灵感 随后范天从至高范的鼻子进入 他被至高范体内的景象震撼 里面有无数的泛冷和事件 有的正在心生 有的正在毁灭 范天不由感叹至高范的伟大 等范天出来后一切都了然于心 创造了现在的世界 而加蛇男正是至高范的化身 等他体内的捉火觉醒 自然会知道自己的将士使命 于是 加蛇男有了自己的任务 那就是修炼自己的身心 早日觉醒体内的捉火 阿修罗王辛杜拉得知加蛇男开始修行 瞬间不淡定了 因为老爹范天曾诅咒 他会死在加蛇男手中 为了先发制人 他找到阿修罗导师苏杰罗 上来就想通过射魂术控制导师 结果被苏杰罗反噬 被惹怒的白老头直接祭出诅咒 诅咒辛杜拉引以为傲的力量 会在最需要的时候消失殆尽 辛杜拉眼看干不过导师 立马认怂道歉 放低姿态求导师帮忙 苏杰罗一听要对付侍婆之子 瞬间不干了 毕竟自己是侍婆忠实的信徒 下一秒辛杜拉开始皮尤挨导师 说当初他无路可走时 是阿修罗收留他 给予他无尽的尊重 让他做了导师 他的职责就是帮助阿修罗 苏杰罗听后也不好再拒绝 便给辛杜拉出了主意 让他去攻占天剑 获取不死甘露 这样就不用担心被任何人宰掉 于是辛杜拉马不停蹄来到英陀罗天剑 使用射魂术分分钟控制了一众天神 坐上了天地宝座 英陀罗成了他的小跟班 随后辛杜拉让英陀罗献上不死甘露 这可难住了英陀罗 因为他也没有 不死甘露被藏在隐蔽的地方 需要闯过四层防御才能得到 第一层由天神巨匠匹手结膜主守 第二层是五只火箭防御 被剑锁伤会立刻化为灰烬 第三层防御是无时无刻不再晃动的巨斧 第四层则是两条可怕的大毒蛇 任何生物只要碰到 都会瞬间蒸发 只有得到三项神的通行证 他们才会放心 天地一行人带着辛杜拉来到第一关 辛杜拉为了赶时间 把将神匹手结膜也催眠了 简简单单过了这一关 有了造证者的帮助 辛杜拉过关如履平地 第二关匹手结膜直接画了个光圈 把众人围在里面 轻而易举过了火箭阵 正当辛杜拉洋洋得意时 加舌南这边竟然完成了修行 不得不说 有制高范的帮助就是牛掰 仅用三天就冲破七个脉轮 觉醒了体内的捉火 制高范出现在他身边 随后与他合二为一 随着加舌南的修行成功 整个宇宙都充满降光 同时一道神光飞向不死甘露这里 击倒的辛杜拉 解除了几位天神的催眠 天神自知干不过辛杜拉 直接丢下皮手结膜跑路了 皮老头被迫带着辛杜拉来到第三关 停止了斧头的运转 等辛杜拉入阵后 皮老头也溜之大吉 重启了第三关的飞幅 这是宇宙制高范的觉醒时刻 通过修行小巷 觉醒了体内的七个脉轮 身后出现制高范 随着制高范的出现 宇宙到处充满降光 此刻点亮小红星的朋友 都能得到极强赐福 在评论区留下一顺百顺 余生会顺心如意发大财 师婆夫妻感应到儿子完成苦休 便来到丛林看儿子 向制高范置以敬意 帕尔瓦迪也变成萨克地女神形态 将神力输入到儿子体内 得到神力的小象和制高范融为一体 也就成了家喻户晓的小象神 此刻阿修罗王辛杜拉正要盗取不死甘露 在闯第三关的飞斧阵 只见他将两只手臂钻石化 轻而易举蓝停了飞来的斧头 然后闪转腾挪 纵身一跃跳到前面的斧头上 就这样一步接一步过了飞斧 来到大毒蛇把守的第四关 辛杜拉一心想得到不死甘露 并未注意到巨石上面的大蛇 静止上前想喝甘露 就在他伸手去摸罐头时 脚下一阵晃动 周边都是蛇的阵阵思眠 辛杜拉这才反应过来有大蛇 赶忙撒鸭子跑路 两只大蛇在后面穷追不舍 不断喷出绿色剧毒 只要被剧毒碰到会立刻化为灰烬 辛杜拉跑到石头后面躲藏 还是立马被大蛇发现 辛杜拉只能拼死一战 使出毕生所学 会成两到三枚真火 鸡像大毒蛇 顷刻间两条大蛇就被撒上自然 成了烤蛇肉 解决完大蛇 辛杜拉赶忙去取甘露 就在他要取得甘露时 小象神及时赶到 叫停了辛杜拉 说自己怀里也有一罐不死甘露 不知哪是真哪是假 辛杜拉转身打开盖子查看 发现金罐里面装的 就是平平无奇的矿泉水 而小象此刻故意掀开盖子 露出闪烁金光的浓雾 辛杜拉见状就去追小象抢甘露 小象一路把他引出关外 然后把怀里的罐头送给他 晚心欢喜的辛杜拉赶忙 开盖药喝甘露 结果却空空卢也啥都没有 等他反应过来 周边的一切又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这下再也得不到不死甘露 辛杜拉气急败坏药载了小象 射出一支大火箭 瞬间召唤出熔岩巨兽 怒气冲冲地要把小象碾碎 小象见他玩召唤 自己也一葫芦画瓢射出一支神剑 把弑婆的愤怒化身熊贤叫了过来 熔岩巨兽迈着八十麦的大步冲向熊贤 却被熊贤一脚踹飞 巨兽不服爬起来再战 这次被熊贤用大铁锁敲到火星 眼看熔岩被反弹 熊贤干脆制出大铁锄 直接把熔岩融成了渣渣 任务完成便回了急罗嗦 辛杜拉不甘落败 再次出大招 这次召唤放大版的自己 是要吞没小象 小象见招拆招 呼唤来磨合家里 论战利家里必然是天花板的存在 双刀在手 不知道什么是温柔 分分钟把大辛杜拉削成尘埃 然后一把将它攥住 扔到太阳神那里回炉重造了 辛杜拉见这一轮又失败 便放出终极大招 射出箭矢将小象团团为主 而后箭矢竟然成了辛杜拉大军 小象也再次射箭 这次叫来战神哥哥帮忙 加西吉叶帅气登场 为干架而生的他对付这群阿修罗 如同砍瓜切菜一样简单 三分钟不到就结束了这波战斗 辛杜拉见干不过小象 屁滚尿流地逃到犯天界求老爹 跪在父母面前可怜巴巴地唱 婆罗士法底一时心软 原谅了这个逆子 等小象追来时 婆罗士法底以姑姑的名义 请小象放了他表哥 小象自然乖乖听话 闪先回家找妈妈了 辛杜拉看小冤家离开 就原形毕露变了副嘴脸 要求父母再给自己一波赐福 否则就把犯天碾碎 在两夫妻不知所措时 一双小手攥住了辛杜拉的胳膊 原来是小象去而复返 一脚踹飞了辛杜拉 随后坐到辛杜拉身上 用向鼻扇她十八掌 胖揍半小时之后 一拳把她掏出千里之外 不死心的辛杜拉真的是会做死 竟然又化成黑烟飘了回来 和小象打赌 说她不敢让自己抱一下 犯天曾赐服辛杜拉的双臂 可以抱碎一切 小象为了终结她的傲慢 答应让她抱自己 可辛杜拉拥抱小象时 怎么都合不拢双手 小象不断变大 辛杜拉也跟着变化 可随着小象越来越无限大 辛杜拉终究还是败下阵来 将自己给撑爆了 瞬间红色粉末遍布宇宙 小象也因第一次变身 充满怒气收不回来 为此 天地因陀罗领着众神意气普及 风家蛇难未公认的小象神 给了她应有的名算 最终小象神消了怒火 回归成正常的样子 为了感谢小象神消灭 作恶多端的辛杜拉 犯天又来赐服了 赐服小象神将无往而不胜 没有任何武器能伤害她 提示奴则送给她一个切割鸡刀片 老爹师婆送出强大的寿主法宝 天地大方地送出了金刚处 余下众神也一一送出各自的武器 主管财富的巨皮罗 得知众神都有所表示 自己也不好意思无动于衷 于是来到吉罗嗦 邀请小象神去吃饭 表示自己准备了 有史以来最为丰盛的晚餐 世上无人能超越自己 于是小象神就跟着财神去吃喜了 财神请一岁的小象神到家吃喜 小象神却吃空了她的金山银山与古山 把财胖子吃的裤衩都不剩 只因胖子太自大了 刚把小象神领到黄金宫殿 就喋喋不休地炫服 要让小屁孩长长见识 给小象神炫耀了自己的杂粮五谷山 这里足以养活百万大军 之后又将小象带到藏宝阁 里面堆满了金山银山 各种奇珍异宝 不愧是财大气粗的财神 自大的他竟然说自己才应该掌管世界 受世人崇拜 等一众天神到齐 财胖子十分骄傲地宣布宴会开始 让众神体验史上第一豪华的酒席 不过这时 小象神却打断了他 说这里的饭应该填补饱自己的肚子 财胖子直接挤眼了 你看清楚在说话好吗 这里有全天下所有的美食 你想吃啥都可以 要多少有多少 众位天神不明所以 只有天地因陀罗脑瓜子灵光 知道财胖子要难受了 小象神得到财胖子的承诺后 就准备松松裤腰带敞开鼻子吃饭了 只见他鼻子一吸 面前的食物瞬间被轻盘 财胖子还没反应过来 小象神就催着上餐 仆人们很快又上了一阵 结果竟然一秒光 上餐的速度都赶不上他轻盘的速度 财胖子惊讶到说不出话 没多久小象神就吃光了大殿的所有食物 但对于小象神来说 这些量还不够自己开胃的 他直接来到后处 分分钟吸光了所有的原材料 同样没有得到满足 既然吃了那就敞开肚子尽情享受 只见他放大身形 来到五谷梁山 伸出大鼻子用力一吸 瞬间吃光抹尽 众位天神躲在后面不敢露面 生怕把他们给活吞了 随后小象神又把目标放在了藏宝阁 不顾财胖子的苦苦哀求 开始狂吸这些金银财宝 很快 胖子积累多年的宝库被小象填了肚子 财神由富甲天下到一无所有 只用了短短几分钟 然而这一切远没有结束 吃空一切的小象神还没吃饱 众天神健壮赶忙跑路 才胖子也开着云车逃离 还是被小象神吸住飞不动 胖子健壮赶忙跳车 钻进了清水盒 但小象神今天就是要干它 不惜吸光河水 也要把它揪出来 没多久 胖子就顺着漩涡被抽了上去 身上的金银首饰也被小象吸进肚子 生死攸关的时刻 才胖子发动身体的美丽脂肪 拼命逃到了吉罗索 找侍婆夫妻救命 见财神没了之前的傲慢 帕尔瓦蒂交给他一片菊叶 上面写着侍婆和帕尔瓦蒂的名字 当财神为给小象神吃掉 胖子一路小跑折返回来 颤抖着双手将菊叶递给小象 小象吃掉菊叶后 果然填饱了肚子 随后变成制高饭的样子 为众神说教 重新化身为小象神 来和众人告别 天地因陀罗见路途遥远 就把做其爱罗婆多借给他 可爱罗婆多根本承受不了小象神的体重 迈不开步伐 被压倒在地 这一幕可惊呆了一众天神 要知道 爱罗婆多可是以力量著称的大象 小象神失落地和众神告别 说只有自己的做其才能承受他的重量 自己只能一路走着回家了